4月26日,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哈里斯当天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他没有出现相关症状,也没有与美国总统拜登或第一夫人有密切接触。哈里斯将进行隔离并继续在副总统官邸进行工作。 美国FDA4月25日首次正式批准吉利德医药公司生产的新冠治疗药物瑞德西韦,合用于出生28天以上的幼童。FDA早前已将瑞德西韦的紧急使用授权扩大,涵盖体重至少3.5公斤的12岁以下儿童。未来,这种药物可供已住院以及很可能恶化为重症的轻症和中度症状病童服用。 4月25日,由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不遵守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传票要求,纽约法官亚瑟·恩格隆以藐视法庭罪判处特朗普每天交1万美元的罚金,直到其按照传票要求做出回应并提交所需要的文件。 纽约州总检察长莱提斯亚·詹姆斯的办公室已经对特朗普集团进行了两年多的调查,并在其财务报表中发现了多个误导性或欺诈性的错误陈述和遗漏。 司法部长办公室的安德鲁·阿梅尔也表示,特朗普未能就12月发给他的传票提供任何回应文件。 俄罗斯将在4月27日切断向波兰的天然气供应,这一消息表明,莫斯科与欧洲各国在关键能源供应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出现重大升级。 俄方此举显然是在兑现此前普京做出的不用卢布买天然气就切断供气的威胁。 欧盟认为,用卢布买气会违反对俄制裁规定,而且等于是在给普京提供助力。 波兰对俄罗斯的批评一直非常激烈,该国已经拒绝将卢布作为天然气交易的结算货币。 欧洲天然气价格一度飙升17%,交易员们正在评估其他欧洲国家也被断气的风险。 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附近4月26日突发爆炸案,一辆汽车疑似遭自杀式炸弹攻击并爆炸,造成4人死亡, 包括三名中国公民和一名巴基斯坦籍司机。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工作人员当天证实了上述消息,并表示, 三名遇难者均为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中方工作人员。 中国驻巴士领馆强烈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径,对两国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对伤者和亲属致以惩治慰问,将会同八方全力做好事件善后处置工作。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官方推文表示,恐怖分子是巴基斯坦的敌人, 并誓言消灭其余的恐怖分子。 近日,中国国家邮政局和中国邮政集团总公司要求加强邮件快件处理中心, 中转场地等人员密集场所疫情防控,严防发生聚集性感染。 对国际邮件快件处理场所加大管控力度,严防境外疫情通过邮递渠道传播。 对进口国际邮件快件,中国邮政要求实行首站消毒责任制, 并留存30天内消毒现场视频监控录像。 邮件处理中心还严格建立并登记核酸检测, 国际邮件进口登记等,加强闭环管控。